开店的兼职回收费就手机 这批货具有1000多地方 不错的 加油 应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快递 是一个湖南的粉丝发过来的 这个货包装很结实 把它拆开看一下 货已经全部拆开了 这里是老年金 这一代是电容品 这一代是一体金 这一代是帮别人贷卖的 一起拆开整理一下 看这批货怎么样 手机金整理完成了 老年金有30多个 老年金现在给大家的报价 是7块5一个 你们都没有回收5块 这里又有个七八十块钱利润 老年金虽然说利润不是特别高 但是还是能就走量的 这个电容品有十几个 这种可以打开电池后盖的 都就是电容品 电容品现在给大家的报价是10块 里面可以回收5块6块都可以 多少还是要有利润的 没利润的事情 大家都不想干对吧 我们平时利润最高 最能赚钱的就是这些品牌一体集的 有20多个 像这种一个摄像头的 你们都可以花15块钱一个回收 这个还能卖30 这个苹果是假的 里面就一个铁皮 什么东西都没有 这种都不值钱 回收时候要注意 那这可能卖20多 20 还有几个 这个40 还有几个两个摄像头的 这是小米的两个摄像头的 这个能开心的卖100多 这个华为的两个摄像头的 这个微博的也是两个摄像头 两个摄像头里面都可以回收30 如果是比较大的新款 你们可以回收40 这个还能卖60 这个还能卖40多 这一台还能卖90多 这一台 两个摄像头的 这个还能卖70 60多 60多 还有一台三个摄像头的 所以这三个摄像头的 里面就回收40 50块钱 这个不开机的 能卖80 开机的能卖100多 所以说这两个摄像头的 机子还是比较多的 利润也是非常可换的 刚开始不懂 也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那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如果对这个废族的手机回收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报价单和价格 再见